我们顺线疫苗荒 所以有一些高层的官员 还有驻外大使也开始在跟 上有疫苗存量的国家 开始商讨如何取得疫苗 我们就来看看 接下来我们有多少疫苗会到台湾 8月27号的时候 有量26.5万剂的AZ疫苗 那么接下来就是捷克要送给我们的 3万剂莫德纳 不过现在比预定的时间晚一天 也就是29号才会到 那么在月底的时候 我们订购的首批BNT疫苗 195万剂也会抵达 所以我们在8月底 总共会有超过200万剂的疫苗入袋 那么其实之前我们遇到的困境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订货 但是因为还没有到货 这个到货的时间非常的不稳定 所以一些官员还有驻外大使 就想出了几个办法 第一个就是跟其他 还有疫苗的国家周转疫苗 就是你先借我 那么等我有了疫苗之后再还给你 第二个办法就是提供优惠关税 延长这个优惠关税 先跟他们取得疫苗来使用 那么现在还有疫苗的国家 包含了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 还有波兰等等 不过也因为Delta病毒肆虐的关系 所以AZ、BNT、莫德纳疫苗 供货非常的不稳定 而之前也因为疫苗荒 所以大家都在质疑 我们疫苗这么少 是不是为了要护航高端呢 民进党的党政人士就澄清说 是因为祸及紧绷 而且品质参差不齐 并不是为了高端 来阻挡国外进口的疫苗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